Mai,先喝杯咖啡吧 謝謝你 我很長有空檔時間,先看看文件 Mai在看什麼? 我新入職要選強積金基金 這份是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 之前都沒試過做這些 所以我打算看看 仇台人給我這份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不過這份文件真的挺後下 所以打算趁有空檔時間 逐一逐一看看 嘩,你這樣看法又不能入腦 不過說真的 我當時又真的沒有那麼神心 去研究整份計劃說明書 那你知道自己選了什麼基金嗎? 都算是知道的 但又好像不知道 不過要處理強積金這些事情 真的有點難度 我也覺得 是嗎? 其實你們不用那麼仇 我覺得處理強積金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難 Debbie,你這麼熟悉財經 就當然難不了你了 我們這些普通人 真的覺得一頭沒水 嗯,很簡單 不如讓我試一下醒你們三招 讓你們可以由淺入心 輕輕鬆鬆管理強積金 好啊 第一招就叫做入門沒有難度 首先你們要慢慢去理解 強積金不同計劃的內容和分別 然後選一些適合你們自己的選擇 才可以制定到一個好的攻略 不過我們入職的時候 收到這份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閒閒地都幾十頁口 用這些字我這麼專業 真的有時候要坐下來慢慢看看都不行 所以你要留意 現在職金局都會要求 他的受託人 向他們的計劃成員提供一份文件 我見你這裡都有 就是主要計劃資料文件 簡稱KSID KSID是用大約八頁子 以一些很淺白的語言和圖表 去介紹強積金制度 和他們計劃的一些基本概念 和重要資料 例如是基金選擇 收費轉移和提取等等 好像真的簡單很多 用些字又易明些 有這麼多圖表 真的方便很多 對呀 如果你想再深入了解 就可以經裡面的QR Code 或者網址 看多些相關資料 又淺入深地了解強積金 除了新入職的人士 其實現職人士 也可以看看KSID 鞏固一下自己對強積金的理解 亦有助做一些合適自己的決定 你可以向受託人問他拿一份 或者直接上網頁看也可以 對呀 聽起來真的容易很多 Jason 我見你經常會檢查自己的攝影器材 當然啦 A菜要定時檢查 有時都要維修一下 這樣才可以確保做事 穩陣有效率 同樣 自己的強積金也是一樣 一定要定期審視 以及做一些適當的調整 所以第二招就是定期檢視 強積金通常要多久檢視一次? 大約每半年 或者一年 按自己的投資目標 風險承受能力等等的因素 去檢視一下自己挑選的計劃 以及基金的表現 其中有兩份文件 可以留意一下 我也剛剛收到 第一份 就叫做基金便納 收拖人每年至少會發放兩次 他就好像一份基金成績表 就會列出強積金計劃裡面 各項基金的資料摘要 投資目標 投資組合分佈 基金資產值 以及表現等等 另外這一份就是 周年權益報表 它會是每年發放一次的 它就會列出 你那年的強積金表現 你會看到有一些 賬戶資產摘要 以及基金分佈等等 即是你個人強積金的成績表 哦 即是將兩份成績表一起看 就可以更加有效力 去部署自己的強積金投資策略 為退休儲備增值 沒錯 就是這樣 而最後大家都要明白 相互有一個理想的 退休生活是要及早預備的 而且越早越好 所以第三招就是 未與籌謀 我看過資料就說 強積金是長線投資 所以時間就是最有效的工具 越早開始強積金投資 就有更長時間發揮複色效應 令到本金和回報以複色賺存增值 沒錯 所以這一個就是 為什麼越早越好的主要原因 在職人士可以簡單去估算一下 自己退休的時候需要多少資金 可以用積金局的退休策或計算機 只需要輸入相關的數據 例如年齡、月薪、強積金結餘 退休儲蓄情況、預計退休開支等 就可以即時去預計出 你退休的時候所需要的資金 大家可以按這個去調整一下 你退休的投資和規劃 另一個就叫做 落響退休GPS的手機APP 專門是記錄日常開支 大家可以透過一些圖表 去了解自己的消費比重 從而學識去管理開支 部署退休就自然更加得心應手 當然這些工具的預期結果 都不可以一本通書看得到 因為整個強積金的投資期很長 需要定時按不同的人生階段 去調整自己的強積金投資 嘩!我平時都挺大洗的 要留意一下 嘩! Debbie 你用一杯咖啡的時間 去令我們清楚了 要怎樣管理自己的強積金 厲害厲害 不用客氣 不過真的要記住 管理強積金就由錢入手 然後中間一定要定期檢討 最重要是及早規劃 那管理強積金自然更加得心應手 好啊!謝謝 Debbie 不過我想問 因為我剛剛擔任你 對呀!熟知這個 A彩王雞圖